我们做披萨 最重要呢就是 怎么发这个面 如果没有这个机器人 就用30次度的水 用酵母 先把这个酵母发好了 才把面粉来油 它就可以了 我用机器人来油面 两分钟就油好了 特别简单 我就把它盖住 发到这么大 你看这个面粉发到这么大 几个小时 应该三个小时都有 美食可以带给人们 快乐和满足感 而披萨是一种受欢迎的美食 可以让人感觉到 非常的幸福 享受尾味的披萨 也可以减压提升心情 更重要的就是 你在聚会上 邀请朋友来家 做几个披萨 很简单的 配些红酒 啤酒 再配一些菜 就可以了 就可以增进大家的感情 常聚会 那讲到披萨 它有好多的做法 你可以配入鸡肉 鱼肉 火腿等等 那可以配不同的蔬菜 包括菠萨 蘑菇 香腸 菠菜 菠菜 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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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洋葱 红辣椒 等等 就是你喜欢怎么配搭都可以 因为它做了之后 就非常简单 尤其是忙碌的生活都是人啊 没有时间做饭 那做了披萨呢 它可以放一个星期 你要的时候 空两片来吃就可以了 所以让我们的生活呢 变得更加简单 我当时候不会做披萨的时候呢 我就经常订披萨 后来我学费了之后 我就觉得自己做的比订的好吃 为什么你可以控制那个热量 因为披萨它很高的热量 尤其是里面有油辣 有橘子 有盐 有脂肪 所以经常吃也肥胖的 健康呢 就是小吃才感觉到好吃 那我们呢 用擀面酱 把这个面团擀开 擀开之后 我们再放它十分钟 让它醒一下 它的面呢 就会发起来 然后才放入我们需要的酱 包括红酱啊 或者绿酱 那把它盘开之后呢 我们就放入自己喜欢的材料了 披萨真的一点都不难哦 我其实经历了做披萨哈 好多次的失败呢 都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发面这个过程 如果那个面发的不好 它的披萨烤出来呢 那个皮就会很硬 或者不好吃 所以重要的 还是在发面里面 因为材料呢 食材 你可以自己配搭 或者放的咸一点 淡一点 各方面呢 可以配搭 重要的 还是发那个面 好了我们简单的就把披萨分两层 放在烤箱烤 200度45分钟 上一层呢 要知道当烤了10分钟呢 放一层丝子 那个叫什么 石子放在上面 因为为什么呢 它会烤窝啊 烤焦啊 所以放了之后呢 它就不会啊 上一层呢 它就会很糟糟糟 哇很美啊 慢慢的把它拿出来 其实学做饭啊 我们看好多视频都好 就好像你看人家游泳 游得很好 当你永远呢 都不跳下水里面呢 就是不会游 我的大保镖当时我说 妈妈 那第一个人游泳 他有没有老师 是不是没有 所以呢 如果你想游泳呢 你每天去游泳池 热热的游 你就会游了 做饭也是 当你呢 看了之后 那就尝试 拿起这个面粉 就开始做 然后慢慢 第一个失败了 第二个失败 失败来 成功之母 肯定有一天 会做成功的 我就是这样子 当时做出来的披萨 基本上不能吃 因为非常的硬 用怎么的方法 发呢 都不行 那慢慢呢 我当时候看了 应该有 五六十个视频 因为每个人呢 他不会很想事 或者我就算看了之后呢 都抓不到 还是要努力的 尝试不断的 做不断的学习 你的点赞 是我的动力 记得 Subscribe Helena's Kitchen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